长达两个月的美国跟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在4月30号全面结束 朝鲜半岛的紧张提示似乎也随着它的结束而迅速的降温 特别是在北韩方面 北韩的过去两个月以各式方式向全世界恫吓 但最后它也没发射飞弹 当然整个的战火也没有被挑起来 这里面幕后原因当然外界还在猜测当中 但极可能跟这次军事演习中 美国人在最后阶段所表现出的自制恐怕有所影响 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整个的所有大国联合起来 所幕后对北韩的施压也许也发挥了作用 但不管怎么样 北韩对国内以及对国际的宣传在这两天已经开始改掉了 从过去的军事恐吓如今改为加重名声建设 于是金正恩他同样出现 但在这出现不再是军装而是满脸笑容的带着他太太 参观的地点你想象不到 从过去的前线如今移到了铁板烧店 当然这个铁板烧是完全供民众来消费的 以显示北韩的经济似乎还在大好的建设当中 当然这也认为他只是表象工作而已 金正恩把整个训练焦点转而向国内的民生 换言之他觉得可能经济建设才真正是北韩如今所需要的 也是希望外界能在这次动客之后 开始跟北韩谈谈怎么来帮助这个国家 当然金正恩真的他的底牌是什么 外界还在菜单当中他未来可能还会继续的发展他的核子武器 有必要使用的时候他还会拿出来下下全球世界 不过如果谈到经济对北韩是那么重要的话 金正恩目前采取的一部最新动作就很令人费解了 当时南韩在北韩境内设立了一个合作开发 也是示范北韩经济的一个据点 开成工业区 北韩却坚持要非把它关闭不可 实际上这个经济区不仅对南韩是重要的意义 他对北韩的经济也带来了不少的工作机会 当然对北韩的经济也有实质的帮助 但金正恩为什么此时此刻选择要把它关闭 恐怕他幕后还有更多更多的目的 金正恩还在变化当中 北韩的剧本也还在变化当中 但至少有一点 透过这两个月的过程发展 他得到了证明就是 全世界还是听他看他重视他 也许这正是金正恩心里最想要的 在北韩宣布片面关闭开成工业区近一个月 南韩最后一批员工大包回府 营运九年被南韩与西方社会 视为朝鲜半岛局势风向球最后引导指标 随着开成工业区的近空 象征着南韩阳光政策日落西山 对两韩同意还抱着丝毫希望的人 如今担惊弄醒 然而金正恩罔顾 北韩五万三千多名工人 每年八千七百万美金的工资收入 根据在开成工业区南韩老板们的说法 南韩九年来的阳光 似乎悄悄地晒进了北韩民众的脑中 对今使王朝极力巩固的极权 社会主义思想极为鼓励 南韩媒体报导 金正日在世时 就有关闭开成工业区的念头 要除去分化北韩的这颗毒瘤 为了封闭北韩人民与外界的接触彻底愚民 北韩就算抢赚观光外汇 每年甚至外国观光客在两千人以内 还不准外国游客跟当地人交谈 就算在开成工业区里 同样都是韩国人 北韩在管理上一样敬畏分明 只是再怎么封闭 一旦有了缝隙就能见到光 南韩富裕生活正一点一滴 影响着北韩人民 从金正恩在时隔两个月后 收度公开露面的照片中 28号当他带着老婆 别着视察海棠花商场时 照片中赫然发现 南韩知名的化妆品品牌 而冒着被抓进老改营 处决的危险 北韩人偷偷看韩剧 向往着南韩的生活 托北者就说 南韩商品包括炙手可热的南韩手机 大多从大陆转个弯进口 或从边境偷偷流入黑市 而这名托北者 甚至因为韩剧女主角 那美美的长发 他细心动念 透过南北韩台面上 桌底下的交流 不难了解金正恩心中的恐惧 因此美韩在本周结束军演之际 主播一概过去的恐怖放话 改为播报最高领导人 视察新落成的铁板烧店 还有重新完工的羊角岛足球场 似乎意识到 面对资本主义这洪水猛兽 唯独不如夫君 金正恩更重新呼应 更重新呼应要让北韩人 向尽社会主义的荣华富贵 看看平壤大同江边的长剑街 正是金正恩上台后精心打造的 搭配五光十色LED的高楼平地而起 去年晚工 有着电梯的样板豪宅 让来视察极为满意的金正恩 笑颜主开 因为这些堪称平壤豪宅 正是金正恩用来赏赐高官 以及优良老公的最佳武器 除了平壤第一家败国公司之外 长剑街还有宽敞的身仙潮市 巡视的金正恩 还不忘拿起他最爱的汽水 自欺端宁 而视察平壤第一座主题热园 军队大阵仗夹到攻营 金正恩本周更决定 要在这里盖山寨的伦敦大奋钟 以及巴黎爱菲尔铁塔 要北韩人过过欧式的浪漫生活 金正恩请国家财库 对内收满银行 对外宣扬活威 平常人 每个人 工作宣传 学生 甚至老人 来这次游戏舞台 平常第一家硕士店里门可罗雀 只是对北韩人民来说 这些奢侈品他们消费不起 接着就拍到杨角岛国际大饭店顶楼的旋转餐厅 还有饭店中的casino 根本一片死急 连一般商店 都是装给外国人看的 全部桌子都空 而且桌子在桌子里 是装给的装饭 似乎是装饭店 似乎是装饭店 而且我没办法拍摄 就有英美媒体不约而同认为 北韩人大多是双面人 心里清楚得很 北韩是金玉其外 而几许外援 来维系乌托邦美梦的金正恩 以节倾北韩劳工工资 以及相关税款为由 一度滞留七名 在开城的南韩老板们 是否是玉淫环剧 外界物理看花 肯定的是 金正恩有炒有糖吃 要面子 更要离子 等一下带你看看 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每天只要滑水 半年就付你一百万台币 这个工作你想要吗